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并提出了建议和改善方案 其中一项就是 学省书包不能超过学省本身的体重 而这也是国际规定标准 驾驭部将继续监督学省书包过重的问题 当然也希望学省能够养成 依照上课时间表收拾书包的习惯 你有没有想过再过几年 你的饭碗是否还保得住呢 根据国库控股研究中心去年的研究 现有的65%儿童未来所从事的职业 是现在并不存在的 而现有的职业超过一半 将在进入人工智能时代之后受到影响 甚至会在未来5-10年消失 人才机构首席执行员 沙琳沙利扎 接受新周日报专访时表示 这些可能消失的职业包括 目前最吃香的数码和数据科学人员工作 而一些重复性高或者是属于立场性的工作 像是书记工厂操作人员等等 也可能会失去工作 至于得以保存的职业就有三种 包括复杂的工作 需要创意原创的工作 以及需要社交能人与人接触的工作 国际新闻 美国好莱坞去年爆出 名人性骚扰和性侵丑闻 不少受害者不再沉默 纷纷出面公开自己的经历 因此就有了全球MeToo反性骚扰运动 而如今这股风潮持续延烧 甚至有多个国际知名慈善团体也卷入其中 包括现任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副执行总监福塞斯 就因为过去曾经对年轻女职员有不恰当的行为 而在今天宣布辞职 汤森路透基金会也发布了报告 指去年共有124人因为性丑闻而遭到国际慈善机构革职 另外早前传出婚外情 而声名狼藉的澳洲副总理乔伊斯 在遭人指控涉嫌性骚扰之后 宣布将在下周一辞去副总理和部长职务 但保留国会议员身份 成为另外一名因性丑闻下台的权贵 当年以异曲VDR迅速走红的FIR菲尔乐团 早前在脸书透露开始准备睽违四年的新歌 正当不少歌迷感到兴奋之时 竟爆出主唱菲被退团的消息震惊了娱乐圈 据知菲不但发现自己被移除粉丝团管理员的资格 对于乐团在筹备新歌也毫不知情 对此团员阿沁回应透露 四年来尝试沟通新作品 但三人无法达成共识 不过他澄清 对菲被取消管理员仪式并不知情 而团长陈建宁随后也证实菲离开FIR 并指删除菲管理员资格 是想统一官方管理 他强调如果菲未来想要归队 他也很欢迎 对此粉丝相当的傻眼 记得上FIR粉丝专页留言洗版 痛批两人这样做很过分 那么今天的大事记到此结束 感谢您的收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